大家好,同一时间同在我们的亚洲 美国所牵头的G7集团峰会 和中国主场举办的中国中亚峰会 这两场重要的峰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G7峰会处处有意指向中国聚焦中国 而中国中亚峰会是不断的强化亚洲合作 融合贯通互利共赢 外界关于这两场会议的讨论 对比也非常多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看看 这两场峰会的看点结论以及未来的走向 首先为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我们今天还是带来了 老家安徽湾南地区的中国历史名茶 也是中国十大名茶黄山茅芬 现在购买的朋友可以享受折扣优惠价格 黄山茅芬是生长在高山的嫩芽 平均海拔800米 年平均气温20度 年降雨量2000毫升 年日照时间大于2000小时 这样的环境气候条件 形成了黄山茅芬的独特高品质 好口感 无论是自己品茶还是馈赠亲朋好友都是上家的选择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这个节目下方的说明栏里面的微信 那么和成月频道的同事交流购买事宜 也感谢好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我们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为大家奉献优质的节目 我们言归正传 从5月18号到19号 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的西部西安 举行 打造合作共赢的国际典范成为这次会议的重点 而另外一边呢 5月19号至21号 在日本的广岛召开了西方国家的G7峰会 那么这场峰会呢 则是在继续的渲染其他国家的所谓威胁 搞各种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 这两场峰会分别在中国和日本举行 但是两者之间的对比相当的明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干预 那么说到贸易科技的保护主义 恐怕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做得更过分 但是现如今呢 美国却是倒打一耙 把这个G7的小圈子里面竟然声称 中国搞什么经济胁迫 可以说是莫名其妙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孙伟东 21号就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锤秀夫 就G7广岛峰会炒作设法议题提出严正交涉 孙伟东表示 G7集团固守阵营对抗和冷战思维 其所作所为违背了历史大趋势 客观事实和国际道义也都完全不顾 有学者就认为 G7联合公报的表述有着非常明显的含义 也就是美国现如今呢 他不仅要在地缘政治上 那么而且呢 他还要在地缘的经济上进一步的拼凑 推升这种所谓团团伙伙 小圈子的这种做法 来共同的应对中国 那么有日本的民众就表示 本次的G7广岛峰会在日本主导之下 发出了很多强化对中国搞包围圈的强硬信号 这将进一步恶化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损害包括日本自身在内的地区共同利益 而与此同时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G7峰会的戏剧性亮相 为乌克兰要到了更多的军事援助 不过呢 也有观点认为 美国G7盟友为乌克兰 搞这种搭台唱袭的做法 对于在欧冲突当中 中立立场的国家来说 其实是一个陷阱 那么乌克兰方面呢 原本希望和俄罗斯方面 我们外界各种呼吁 希望能够停战对吧 和谈 但是呢 现如今西方国家 特别是G7集团 显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乎把这个 泽连斯基叫到了G7的会场之上 看起来是给足了面子 但实际上呢 就是啊给你啊 这个打气撑腰 让你继续呢 干下去 打下去 那么这两场同时在亚洲举办的峰会 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G7联合公报宣称 G7正在推进 减少在关键供应链上 对中国依赖的措施 而在另一方面又表示 他们希望同中国建立 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 其实这两者之间呢 也是比较矛盾 而就像两个人处朋友 对吧 你既希望啊这个相互帮助 既希望从我这里 对吧 或者说朋友之间啊 这个能够拉抬一下 能够帮助一下 但同时呢 又处处的 哎 在私底下搞小动作啊 这样的友谊 又怎么能够长久呢 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方面针对中国 总是放出各种矛盾的声音 一方面说啊 我们和中国之间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我们既合作又竞争啊等等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在屎半子 是在抹黑 是在围堵中国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想要和中国进行合作的诚意 所以说呢 本身而言 我认为呢 他就是在啊 搞两面手法 对外宣传说辞是一套 但是实际做的呢 则是另外一套 在G7分会的公报当中 他们写道 G7国家并不寻求脱钩或是内转 但是呢 同时也意识到 经济韧性需要去分险化和多元化 那么多元化 大家当然知道 这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至于说你这个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你要和哪个国家做生意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吧 你说相关的企业工厂去哪里投资 那么商业决策 只要符合国际贸易 国际法基本规则 当然有你的自由 所以多元化本身呢 中国并不反对 但是呢 去分险化 这句话呢 就可以有很多解读的空间 什么叫做去分险化呢 是不是中国这个生产的所有的东西 在你看来都是分险呢 就像美国说 国家安全 按道理说 任何国家 对吧 这个照顾自己的国家安全 打击各种黑客 间谍 网络 这个 这个窃取隐私 窃取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 其实每个国家 都应该去照顾自己的国家安全 这句话当然是对的呀 但是问题是在于呢 你说中国的这个短视频 也是威胁你国家安全 对吧 这个中国的生产的各种各样的 包括手机呀 包括中国的产品 好像处处都威胁你国家安全 那么你就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 那么这里面所说的 在经济层面 要搞所谓的去风险化 什么叫去风险化呀 难道和中国做生意 都是有风险吗 都要去吗 在中国有很多的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产品 那么对于咱们中国来说 是不是也都是有风险呢 是不是也都要去风险化呢 其实一句话 只要符合国际法 符合国际规范 那么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一个度的问题 所以美国和G7集团 这一次在公报当中 表述的去风险化 其实有很多的解读空间 关键看它如何去执行 如何做到位 就像美国过去 泛化国家安全那样 对吧 不断的把它拔高 处处都以国家安全的大帽子 对其他国家的经济 其他国家的产品和企业 来进行打击 实际上呢 其背后是为了符合 美国的一些这个企业的利益 来打击竞争对手 用政治手腕 用所谓的国家安全 来实现它的商业目的 否则的话 苹果手机恐怕 在现在的这个全球的销售量 早都被华为给赶下去了 但是现如今呢 对吧 表面看起来 是所谓的国家安全 但是它其实呢 是保护美国苹果公司的利益 而这个事情 大家外界呢 看得很清楚 对吧 都是明白人 不要呢装糊涂 另外呢 我们看到 在G7的公报当中声称 打击经济胁迫 在不过度限制贸易 和投资的情况下 保护可能被用于 威胁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 其实呀 这句话本身 讲白了 我们把它翻译一下 就是你西方国家 对吧 你还要 这个搞经济霸权 搞科技霸权 说的很光免弹簧 所谓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 过去我们都知道 这个贫穷的国家 这个非常穷的人 对吧 工作了一天 比如说纺织工人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非常辛苦 污染了自己的土地 污染了自己的空气 还有水 对身体呢 也并不好 对吧 因为它本身 有很多的化工原料 你说它的这个 在落后国家 或者是发展中国家 它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工作的条件 像我在东南亚 看过一些 这种这个工厂 做鞋子的 做服装品的 也比较多 里面的那个味道 都刺鼻 各种橡胶等等 反正呢 你说这些劳工 他们辛辛苦苦一天 最后呢 也就是赚到的钱 也就够吃一顿晚饭 够买一顿饭 所以他们生病了 他们没有什么保障 对吧 那么他们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呢 运到你西方国家去 这个成年累月的干 最后换回来什么呀 换回来你所谓的高科技产品 所以西方国家的 这个高科技产品 它只要被咱们攻克了一个 我们自己独立自主了 能够做出来了 你就会发现 价格就会迅速降低很多 同样质量的东西 甚至做的更好的东西 价格会便宜很多 对于贫穷国家的老百姓来说 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竟然呢 也都能用得起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他获得了很多 所谓的高科技的这个利益 他的这个利润空间 非常的大 就像过去我们总是举例子 一个苹果手机 你说中国的这个组装的工人 对吧 这个就是挣了一份 非常微薄的工资 那么这个占他的整个的 这个利润结构里面 占比非常之小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国家 他写的这些公报呀 他里面讲的呢 是一回事 表面看起来 对吧 你这个先进科技 威胁国家安全 其本质背后呢 还是利益驱动的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霸权的 这个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 政治霸权 包括美元霸权 他的利益 这是最根本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看到了 在这个公报当中呢 G7集团还声称 他们的政策手段 不是为了伤害中国 也不是要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 那这个事情本身呢 又是胡说八道一通 对吧 你说你的科技 这个各种围堵 各种封锁 各种去分险化 你说我不想伤害中国 你这话说的 你把别人都当傻瓜吗 你在侮辱其他国家人的智商吗 谁看不明白呢 对不对 同时我们看到呢 G7集团的公报呢 他又用一种所谓教师爷的口吻说 一个遵守所谓国际规则的中国 符合全球利益 同样的 其实我在这里我也想说 一个遵守所谓国际规则的美国 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日本 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 其他国家 加拿大呀 德国呀 意大利等等 难道不都是一样的吗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点名中国呢 实际上在过去 无论是这个国际的贸易 各方面 那么美国时时刻刻在违反国际规则 那为什么在这里不点名美国呢 所以说呀 他这个公报里面呢 这个说不通 自己说的话呢 都有点胡言乱语 那么更何况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专家 经济智囊机构 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呢 大家呢 头脑都清楚得很 所以你这份公报本身呢 没有说服力 无论里面你讲的多么的冠冕弹簧 因为和你自己的行为本身呢 并不匹配 我们看到 孙伟东呢 21号在召见日本驻皇大使 陈秀夫的时候就谈到 中方敦促及其成员 顺应开放包容的时代大师 停止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停止呢 这个遏制打压他其他国家 停止制造和挑动 分裂与对立 日本方面应该要端正对华认知 把握战略自主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真正以建设性的姿态 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号 就及其广岛分会炒作涉华议题 答记者问时表示 及其集团嘴上唱着 迈向和平 稳定繁荣世界的高调 那么干的呢 却是阻碍国际和平 损害地区稳定 压制他国发展的事情 这种做法毫无国际信用可言 一段时间以来呢 日本政府不断渲染中国威胁 甚至鼓吹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持续推动扩大军备强化军事力量 企图把东亚地区北约化 这一次广岛分会在日本主导之下 发出很多强化对中国包围圈的强硬信号 这将进一步恶化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损害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共同利益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咨询院长朱芬21号对媒体表示 G7联合公报的表述有着非常明显的目的 即美国现在不仅要在地缘政治 而且还要在地缘经济上进一步的拼凑 推升这种国际的小圈子 搞团团伙伙来共同应对中国 朱芬表示 G7公报当中虽然宣称不能与中国脱钩 这样的措辞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今天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 一方面要疯狂地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因为打压中国政策 而导致的美国国内和全球经济的消极的变化 也就是说伤害到它的好处 它是要全拿 或者说伤害中国的它要做到底 但是这个尺度它自己去把握 对自己完全有利 对其他对中国是完全有害 这样的做法它就选择了 其实任何两个国家也好 两个人也好 两个单位也好 你要想合作 对吧 你说我只伤害对方 同时对方身上的好处我要全拿 这样的关系呢 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即使是存在的 也是一次性买卖 一次性之后呢 后续大家呢也都不会再跟你玩了 道理很简单 你不考虑别人 你只想从别人身上捞好处 别人为什么要配合你呢 我们看到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 陈阳分析指出 按照外媒此前的报道呢 今年及其峰会 很可能的后续的一个走向呢 就是通过这一份公报 来凝聚出七国集团当中 对华认知的统一性 那么希望呢 能够做到对中国政策 不仅在地缘战略上 对外宣传上 同时呢 在所谓的经济层面呢 能够达成一个最低的统一的限度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这样一份十分拧巴的 所谓对华统一共识呢 那么我们看到了 在西方本身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包括德国等等 这些欧洲大陆国家 也就是说我们谈到 陆权海权 大陆国家的思维呢 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而日本 这个英国和美国 这种海权国家呢 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出发点 自然是比较容易统一共识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的一个西方国家 及其公报当中 处处都是矛盾的字眼 我相信呢 他们自己的内心当中 也是在盘算着 对吧 话谁这么说 但后续和中国如何合作呢 也是个人各打各的算盘 我们看到 在这一次的G7峰会当中 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 重要的参会者呢 还是身处在战火之中的 乌克兰的领导人 泽连斯基 甚至有分析认为 泽连斯基参加这一次的G7峰会 其实是一个陷阱 泽连斯基在G7峰会 戏剧性的露面 呼吁对乌克兰继续的增加军方援助 那么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21号是G7峰会的最后一天 泽连斯基在当天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工作会议上 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和财政支持 法新社21号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下午会见了泽连斯基 当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75亿美元的 新一批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弹药和装甲车等等 拜登还表示 同意欧洲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美制F-16战斗机 而俄罗斯媒体也是关注到此事 特别谈到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G7峰会沉迷于全面对抗俄罗斯 G7领导人坚持展示他们对俄罗斯的战略失败的意图 把他们扶持的政权领导人带到了基辅 并最终将广岛峰会变成一场宣传的表演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号表示 西方正在把乌克兰当作工具 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 俄罗斯已经进入 以欧盟美国和北约为代表的侵略集团的激烈对抗阶段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前高级顾问 格里吉尔20号在美国国务会山报撰文指出 乌克兰现在已经精疲力尽 依赖于国际援助 但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 对乌克兰的援助已变得消极迟缓 希望能够尽快步入战后阶段 恢复与俄罗斯事务的往来 泽连斯基参会其实是一个陷阱 那说这句话的是美国的彭博社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泽连斯基飞越将近9000公里 亲自参加这一场峰会 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 与巴西和印度等国领导人面对面的交谈 这些国家都对俄乌冲突 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 而路透社的报道谈到 泽连斯基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的时候 特别谈到了邀请印度参与落实 乌克兰提出的和平方案这一事件 莫迪表示 当前俄屋局势是影响全世界的重大问题 他愿意尽其所能的帮助结束这场战争 根据巴西G1新闻网21号的报道 泽连斯基与巴西总统卢拉 在G7峰会期间没有举行会晤 彭博社援引巴西代表团一名成员的话说 与任何领导人坐下来谈都没有问题 但绝不应该强人所难 并指泽连斯基临时宣布出席G7峰会 对于受邀请出席的非G7国家领导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潜在的陷阱 也就是说赶鸭子上架 我泽连斯基你到了G7会场 而你这些不属于G7国家的 扩大的被邀请的这些国家领导人 你要怎么办 你是来支持我还是不支持我 反正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而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 由于泽连斯基的突然出席G7峰会被抢了分头 许多本应该着重于探讨的议题都被忽视了 因此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峰会 G7在广岛辜负了全球南方国家 德行社20号援引这个非政府组织 国际乐视会主管劳森的话说 G7领导人没有能够取消贫穷国家的债务 也没有能够找到终结全球饥饿人口 大幅增长的真正方法 他们可以筹集到数不清的美元用于战争 但是却无法提供联合国应对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所需要的一半的资金 报道谈及 G7在联合公报当中 那么计划今年拨款210亿美元 用于解决人道主义危机 那么联合国预计 2023年人道主义援助规模是515亿美元 全球公民高级主管罗德指出 G7似乎在贫困和气候问题上偏离了轨道 没有击中真正的目标 也就是彻底的行动 那么罗德批评这一次的G7峰会 缺乏具体的新的承诺 此外发达国家 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 现如今也是没有兑现 甚至讨论的人都没有 G7峰会没有能够在核财军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20号表示 G7正试图将已经有数十年历史 且不充分的核财军倡议 作为一种新的愿景来进行推销 而与此同时 他们自己却在加剧核武器的风险 并推动将大规模屠杀平民 包装成一种合法的国家安全政策 纽约时报20号报道称 今年的G7峰会成了不受欢迎领导人俱乐部的一场聚会 最新的民调显示 G7国家现任领导人的支持率没有超过50%的 英国首相苏纳克是33%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31% 今年的广岛峰会 这些不受欢迎的领导人 可以趁机抱团取暖 同情彼此在国内的麻烦事 显然这一说法本身也是在嘲讽调侃一番 对于饱受批评的他们而言 很乐于出访几天 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站在国际舞台上 暂时松一口气 同时也能够趁此昂首阔步的扮演塑造世界历史走向的国家领导人 即使他们在国内的地位都已经摇摇欲坠了 那么这段话本身呢 也是继续的粉刺和再酸一把 北京时间20号晚上 那么中国维交部的部长助理 发言人华春莹发出了一张对比图 显示两个峰会的理念与东道国反映的不同 图片的左侧是中国和中亚峰会所强调的 构建命运共同体 加快团结合作以促进发展 配图是在西安当地民众欢迎庆祝峰会召开的场景 图片的右侧是近期广岛峰会 所做的所谓的寻求霸权 山东分裂对抗以及压制发展 那么配图呢 是日本当地民众举行反对G7抗议集会的成绩 发布上述的对比图之前 华春莹呢还在推特上发文 矛头直指G7集团 按照G7去风险的逻辑 鉴于大量非美国公民使用美元 非美元世界是否也应该去风险 并停止使用美元呢 这当然也是华春莹的一个嘲讽 他特别质问日本说 鉴于1945年对广岛的毁灭性轰炸 和1985年广场协议的严重影响 日本难道不应该比其他国家更深刻认识到 和平的重要性以及经济胁迫的危害吗 那么我想呢 这两场峰会都展示出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 十字路口的现实状况 那就是究竟要煽动阵营对立 制造矛盾和冲突 还是要团结融合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呢 持续的推动这个深入的发展全球化 那么其实呢 这两个是重要的十字路口 重要的选项 那么究竟哪一个更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 更符合所有地球公民的根本利益呢 我想这个选项本身非常的容易不言自鸣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晚期节目 アーモン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